14国2万兵力摆出决战态势 德国想打第一枪 俄罗斯也不忍了 当下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比以往更大 要知道 美国和欧盟将继续扶持乌克兰打仗 准备从多个方向给俄罗斯施加压力 如果俄罗斯现在妥协的话 美欧可能会把俄罗斯肢解成多块 日前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戈鲁什科表示 俄罗斯正密切关注北约周一 在其边境附近举行的 北欧响应演练 格鲁什科告诉美欧 北约的演练具有极大的挑衅性质 任何接触线附近的演习 都会增加军事冲突的可能 为确保俄罗斯的战略安全 一切必要措施已经准备好 此次北约的演练是在波罗的海举行的 演练将从3月4号开始 来自14个国家近2万名军人 和100多架飞机参与此次演习 演练的代号是北欧响应2024 此次演练芬兰派遣12架 FA-18大黄蜂战斗机 250名空军人员参加 北约将演练地点放在了波罗的海方向 旨在给俄罗斯施压 要知道芬兰和瑞典已经获准 加入北约阵营了 这就意味着北约边境向东扩张了数百公里 北约的武器可以进攻俄罗斯的腹底了 此外一旦北约封锁波罗的海 俄罗斯菲蒂加里宁格勒将会被完全包围 随时被北约推平 俄罗斯当然要对此保持着警惕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鲁瓦说 此次军演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 俄罗斯不会没有回应 值得注意的是 当北约军演的时候 德国准备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 日前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总编辑西蒙尼批露了一段电话录音 他说德国国防部讨论如何秘密帮助乌克兰轰炸克里米亚大桥 此前克里米亚大桥遭到过乌克兰特工的袭击 但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 俄罗斯很快就修复大桥 那么一旦德国袭击大桥 俄罗斯很难掌控克里米亚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 德国在二人期间与苏俄是发生过旷日持久的战斗 德国的战斗力 那是一点也不弱 如果德国袭击了克里米亚大桥 那么就等于对俄罗斯进行宣战 有可能引发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大战 为了避免潜在的战争扩大 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军方录音事件 召见了德国驻俄大使 梅德维杰布夫表示 德国做好了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了吗 德国的实力不容小事 德国帮助乌克兰袭击 俄罗斯目标自然会引发俄罗斯的反应 如果北约从波罗的海克里米亚方向发起挑衅冲突 俄罗斯将面临两线作战的挑战 此外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远东地区部署重要兵力 日本长期演练夺岛战术 准备寻找机会夺取南千岛群岛 如果俄罗斯的经历 被欧洲方向的新的可能战争给牵制住 日本一定会趁机卷投重来 现在俄罗斯压力很大 想战胜美欧集团 当然要拿出权力来 目前俄罗斯的战略武器已经进入战备状态 只要北约集团发起挑衅 那么俄罗斯可能就马上动用核武器 一平玻璃